我和我老公是从我朋友介绍所认识的 那个时候当我见到我老公第一面时 我就觉得他为人长得非常帅气 也很老实 非常符合我心中的那种类型 于是就这样 我们两个人开始接触起来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聊到很晚 由于时间久了 我们两个人都对彼此有了感觉 就这样我们两个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 婚后我们生活得也非常的幸福 他们家人对我很好 一直把我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去对待 同时我也非常珍惜这一份来自不易的感情 毕竟我和我老公年纪也都老大不小了 婚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我就被检查出怀孕了 当他家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非常的开心 因为他的父母早都想抱上孙子 然后在晚年的时候就可以想想亲福 可是我发现自从我和我老公结婚以来 他从来都没有主动为我买过东西 尽管是我的生日 他也不会为我制造一些小惊喜 或者是送我生日礼物 有一次我和他出去逛街的时候 正好路过一家鞋店 因为我好久没有买高跟鞋了 那天我正巧看上一双非常合适的鞋子 我就要求我老公给我买 可就在这时 他突然变得像个铁公鸡一样一毛不拔 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对我说你家里有那么多鞋子不擦这一双 然后就拉着我走了 我当时觉得自己非常的尴尬 于是就气冲冲的回了家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家对面搬来了一位寡妇 然后我就听他们旁边的邻居说 这个寡妇她之前和她老公生活得很幸福 就是因为她的无理取闹 有一天在楼上和她老公发生了强烈的争执之后 她老公一气之下跳楼自杀了 直到现在她也没有重新找男人 我当时一听还觉得这个寡妇 她这一辈子也挺不容易的 有的时候我买了好吃的东西 还会拿给她一些 直到有一天 我突然发现她家门口放了一双高跟鞋 我当时看到那双高跟鞋的时候 就觉得特别眼熟 仔细一想 原来是我那次和我老公出门逛街 正看上的那双鞋子 没想到她一个寡妇竟然还能买得起这么昂贵的鞋子 那天我因为在家无聊 去玩我老公的手机 就在这时 我突然看见她的信息上显示 银行卡支出去四千块钱 我当时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 还以为它是什么事 没想到上面竟然显示给一个商家 我顿时间回想到那一定是那双高跟鞋 正好这个价格也是买那双鞋子的钱 然后当我老公回来的时候 我就问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因为做错了事情 感到了心虚 没有办法 就向我说明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她和我们对面那个寡妇早就勾搭上了 这个钱也是给那个寡妇买的鞋子 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真的不敢相信 整个人都很崩溃 我一时之间 没办法承受一个男人的背叛 于是我就和她提出了离婚 并且和她说 你们这对狗男女 竟然做对不起我的事 今后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